美食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故事 快咯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虎 今天来厦门岛内的五一广场 这里有一家康斯乌红烧牛肉面的实体店 我去看一下他的面到底好不好吃 牛肉大不大快啊 大中午的仍然挺多的 味道应该还不错吧 红烧牛肉面终于上来了 真的有着大块的牛肉啊 还挺大块的 哎呀 这是牛肉口感很好 暖暖的 为了反应是 这个好像是牛郎啊 因为他这边有肥有瘦 还有皮 哎 这个面点好有劲道啊 感觉像是拉面 但是这个汤的话好像不是特别的鲜美 反而我感觉那个盒装方面面的汤还比还比较香一点 嘿嘿 嘿 这碗面的话是三十几 大多总共有 哦 有四块牛肉吧 四大块牛肉 说实话 这个牛肉最为少吃 还是腌过的 面条很有劲道 很爽滑 汤 这个汤汁的话 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合作方面面的味道 但是味道不是特别重 咸了一 咸了一点点 这碗面 朋友们觉得值不值啊 来 我看下这个牛肉 谢谢 嗯 是吗 嗯 是吗 就是吗 很香 吃着嘴里的感觉 暖暖的 绵绵的 很好入口 其实我觉得它可以那个备菜可以放多一点 比如可以放一些酸豆角啊 萝卜干啊之类的 还有那个豆子 还有那个毛豆 它备菜只放个西洋花和胡萝卜 太单调了 这碗面的话 就这个牛肉不错 也好比 刚之后面的话一般般的 论这个量和味道的味道来讲 我觉得39块好像不太不是很直 如果说胃口大一点的话 这一碗根本吃不饱 还不如去吃我前天吃那个冬粉一样吗 给那么多想吃呀 你才三十几块钱 真的没有吃饱啊 我等一下可能还要再去吃点东西了 那这期视频跟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拜拜 我们下期见